新北市長侯友宜 視察新北三陰線三峽站的進度 包括越台閘門 手扶梯 車站站體有大致雛形 去年完成全線高架合龍作業後 軌道工程只剩最後一里路 目前正施坐車站兼軌道 進度是76% 8月靜態的測試 9月動態安全煞車的測試 10月我們所有的軌道就會合龍 三陰線全長14.3公里 有12座高架車站 一座機場 未來通車後 從三峽英哥到台北 通勤時間能減少20分鐘 三峽線110至年底 能夠順利完工 1115年初通車 中間那個就是木雕藝術 把三峽的人文歷史雕刻在上面 三峽是新北熱門觀光景點 車站規劃裝置藝術 未來三峽站出入口1 2 導入捷運開發大樓 帶動地區發展 三陰線延伸到八德 與桃園綠線銜接 串連北北桃捷運路網 打造北台軌道共榮神火拳 記者周天常新北市報導 三峽跟英哥的三峽